各位朋友,各位网友,你们好,欢迎来到红人馆,我是小范 今天这条影片当然是讲一讲 声声不息第三期的上半部分 就是一些合唱的PK 分别就是有两组的2对2 另外有一组就是3对3的PK 其实里面的歌全部都对我来说非常熟悉 也有很多歌我自己都拿过来做比赛 其实这些歌都不仅是旧歌 这次也竟然出现了高山低谷 以及一首都叫做不是太久之前的最佳选右 这两首都是十几年之内 当然高山低谷是八九年前 所以整个节目都尤其是高山低谷 我相信会令到很多比较年轻小小的乐迷 会对他的关注度是比较高的 大家看这条影片就不用怕有什么剧透的 假设你们还没看TVB的版本 因为这三组的PK里面 其实只有第一局 就是夏天倾程对这个爱情陷阱 是有公布到那个胜负出来的 另外那两首其实都 只是展示了个%都没有说到谁赢谁输 会留待下个星期才一起公布 所以我都是纯粹分享一下我自己听完之后的一些感受 其实里面很多歌都是有很多和音的设计 比起之前我认为唱歌的安排设计是比之前更丰富的 就是比之前那几集有合唱的部分 这一集大家看到这六首歌是比较丰富一点 因为大部分都有做到和音 所以听出来的听歌效果是很丰富的 而在这一集里面 那个舞台设计方面当然仍然是 每一首歌会根据他自己的速度 那个tempo去设计 那个舞台效果 但是你说真是很快很爆裂的歌 就相对来说 以歌来说就是爱情陷阱 但是他都不是说给了一个很大的舞台震撼效果出来 就是不会说有很多跳舞等等 反而对于我自己来说 我认为那个舞台效果最好看就是夏日倾程 因为甄比特和安琪都有一个挺鲜明的形象 甄比特其实这一身的青绿色的西装造型 看来好像很奇怪 但是其实在九十年代四大天王很盛行的时候 其实当时他们是很流行穿这些这么鲜色的西装 所以我觉得他是很怀旧 甚至尤其是以黎明是比较喜欢穿这些这么鲜色的西装 就是一个致敬成份 这首夏日倾程本身就算是没什么难度 也都是理论上是属于比较平的一首歌 所以其实他们在唱歌设计方面 不能够做太多的东西 都是设计一些和音 所以他们就特意安排了很多舞蹈上的东西 亦都看到甄比特弄了几下《Moonwalk》也挺过瘾的 而且安琪也是外形方面很可爱 这个都是几集里面看到他一个明显点鲜明点的形象 唱歌方面暂时没有任何的感觉给到我的 安琪 但是他在舞台上那个 为自己定来的形象 或者幕后为他定来的形象就是可爱 我想对于香港人来说 就带有少少可能性感 不知未来会不会是继续走这一类型的风格 所以如果他再设定了这个风格之后 可能唱慢歌 就没什么可以让他做出来了 整首夏倾程其实都 不算得上有一个很大的特色 不过就绝对是感受到他们里面那种 表演出来的那种甜蜜 唱出来的那种甜蜜的感觉 一天下倾程就是一首很sweet的情歌 亦都是当年是极度极度流行的 即是那支碟我也有买的 我还记得 所以这首歌算是向以前的人致敬 即是向四大天王 亦都是给年轻的一代去感受一下 或者是另一种的演绎方法 其实加上舞步其实整件事很好看 但他输了给爱情陷阱 其实我觉得有少少遗憾 虽然里面各有一个单位 是粤语是差一点 但安琪的那个 大家都有点问题 安琪的发音就不太准确 但马赛克乐队那里 其实他相对是准确一点 但也是因为他真的太不习惯去用这个广东话 所以他也肯定是一两个星期之内去学这些音 所以他为了要准确就变了很用力很硬 尤其初初他自己只有马赛克乐队在唱的时候 那个主音就真的那里是为他感觉到很痛苦 其实整件事是很惨的 就是要强记住那些发音 他这么硬唱出来 就是很难搞的 就是相信都是需要 就是你说要唱广东话 或者如果不懂广东话的人要唱得好 唱得准确 真的要花一个很长时间 很长时间的功夫才能练得到 至于阿Lam 当然是没问题 但阿Lam给我的惊喜又不是太大 当然其实这首《爱情陷阱》 如果大家有唱过的话 就是很多人都听过 如果唱呢 一个人一口气要唱完 其实是很辛苦的 尤其去到最后一段星期的时候 其实是很难唱的 就是对于男生 所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感受 其实阿Lam去到后面 那个星期很轻松地唱 其实真的很厉害 而且《爱情陷阱》 都需要很多戏去唱这首歌 所以那个难度是极高的 可能大家就这么听 觉得是一首快歌 没什么特别 其实是很难的 《爱情陷阱》 所以就 林子强对于我来说 这一集的演绎 仍然都是 so in 一个唱功 在几首 几次之前的演绎 比较来说 这次不算是他一个 很正很正的表演 尤其是因为 他把马赛一乐队 变成了前半部分 是差一点的 所以整首歌的质感 就不是太好 所以 珍比特和安琪 这个谈情 输了给他 我想多少都是 不够high 因为始终现场 一听到《爱情陷阱》 那些音乐 那些鼓 其实所有人都很high 就是起了身跳 始终会输了这部分 不过anyway 都是 我自己觉得 珍比特这个 这个表演都不错 还有 就是 珍比特之前 又有快歌 又有慢歌 那这次呢 就是一首 比较普通一些的情歌 其实他就 展示了他另一面 就是几个形象 都几不同 珍比特 几次 初戀啊 单车啊 到这个下谈情 几次都很不同 所以呢 所以呢 他继续是 为他自己打造 很多不同的可能性 给个市场去看 那看一下 完了这个比赛之后呢 回到来香港呢 会不会 会多回很多不同 类型的曲风 就不只是说 唱惨情歌啊 那样 就是 珍比特一唱的曲风 都是一些惨情歌 我觉得其实他 就是你看他的样子 其实这么开心 就是看到他的样子 都觉得好笑 很开心 其实可以唱一些 令大家开心一点的歌 可能那个 跟观众之间的互动 会更加 即歌曲 跟观众之间的互动 会更加大都未定 看看会不会 将来的歌路 会有转变 至于这个 半点心对高山低谷 其实就是 没有这个结果的 林晓峰、李文摩和闪霸 在这首歌里 加入了李文的其中一首歌 扣扣 叫做炒热了牆 即是气氛很好 画面也是 舞台也很漂亮 但是那个 听觉效果 就不是特别高 而且 因为实在 林晓峰的唱功 相对来说 是比较普通 不是说很差 就是林晓峰唱歌不差 不过 没有什么特色 还有那个变色度 那个声音的变色度 是没有特别 所以听下去 就 整首歌是普通的 但是如果你看着画面 你就会觉得很high 可能会跟着 那样 就好像你去disco 那样 但是如果你说作为一个比赛 我就 虽然这个赛果未出 不过我认为应该都是 高山低谷会赢 因为高山低谷里面 那个 那个三重唱的设计 是令到那个听觉效果 是很丰富的 就是这个也是 我想 杨千华 其实 几次 反而是第一次自己 solo的时候 唱得比较差 之后和合作 和GiGi合作 到这次 就和阿周不唱 善与唇 其实那个效果是很好 而且因为本身 千华那把声 是很有辨识度的 那么 阿周不唱 和善与唇 其实是 几种不同的声音 几种不同的 他们那个独特性 混合在一起 变成了听出来 是很丰富 那些和音设计 也是 很听 很漂亮 不知道最后 那个赛果是怎样 不过我自己的心里 是想高山低谷赢的 因为他们几个唱得 相对来说 整晚来说 其中一个 都很完美的演出 还有这首歌 也是 都几能够唱到 那个感觉 很多事情 可能他们的人生 事业 爱情各方面 都有一个高山低谷的 情况出现过 我想 大家如果做了几十年人 可能 年轻 如果只有十几岁 他真的可能没有高山低谷 但是对于几十岁的人来说 他一定有出现过任何事情 可能你的财富 可能你的工作 可能你的爱情 或者跟朋友的关系 跟亲人的关系 都会有这些高山低谷出现过 所以 上了少少年纪的人听 很有感受 这首歌 就是之前 林毅康这首都是他的成名作 而这首高山低谷 本身是 挺难唱的 即是无论男生唱 女生唱都好 是很难的 我自己觉得 所以 他用了三个人 一人唱一句两句的方法 亦都变成了 大家是很轻松去完成到这件事 出来到的效果 亦都是很丰富 就是很聪明 其实合唱 如果是说 一些单曲 本身是一个 可能男歌手的作品 或者女歌手的作品 改为几个人一起唱 其实有这么难 选择这么难 因为大家分工合作 大家唱的部分少 其实是可以发挥到一个很大的效果 就是加成是特别大的 反而如果大家合唱 还是去唱一些简单一点的歌 就相对来说 比较失色一点 只能够用感情去帮手 就是技巧上很多东西 如果本身这首歌又不难 你硬改到难 不是那么容易 或者可能 那首歌对观众本身 是有一个印象 你硬改到很难唱 其实又没什么意思 你变成了只可以用感情 这首歌山低谷又难唱 而且他亦都需要很多感情放进去 我觉得这首歌做得挺好 至于最后一个battle 就是司徒对决 不知道这个是他们自己想出来的编排 还是什么 当然看他们选择出场次序 第一个本身放在Gigi 保持其他人都不想对到Gigi 所以黑勤就一呼当关就冲出来了 本身念《亲恩》这首歌 这首歌就绝对不是什么难唱的歌 它是一个很纯粹在歌词上 做一个感情的投射 如何去报答父母 令到人去回想自己的亲情孝道 所以你加很多技巧 也都不适合的 在首歌里面 你只能够用自己最真挚的感情流露 放在首歌里面 我觉得其实刘试军和Gigi 是唱得挺好的 不过奈何就是首歌本身不够难 改编也都不太大 所以大家听出来就好像跟原曲不大分别 其实一开始刘试军唱的时候 我都觉得OK 但一去到Gigi一出声的时候 直到鸡皮都起了 这个真的是Gigi的魔力 这些声音的东西 虽然很主观 可能我起鸡皮 你没有起到鸡皮 但是我自己真的 每一次到Gigi开声唱的时候 我都起鸡皮 还有想起他和自己家人 母亲的关系 几年来看不到面 那样东西 当然他们唱的时候 可能很多听众 观众都未必知道这件事 也不知道TVB之后 会不会放回Gigi和他家人的经历 如果又放回 那可能大家听出来的感受会大一点 当然我这个台 很多都是声梦迷 他们本身对Gigi的背景都很熟悉 所以一听他唱这首歌 一定很有感受 即会代入到Gigi的身份 去想他唱这首歌的时候的感情 所以这首歌 他其实唱的时候没有唱到哭 都已经大过了 但是去到后来说话 始终都是忍不住哭 之后也都说到 原来Gigi的妈妈 我想很多朋友都知道她是护士 但原来她是一个负责抗疫的护士 这个就真的不知道 可能这个真的是一个主要的原因 令到大家根本都不容易可以见到面 就算Gigi可能回到国内 可能她妈妈可能都要隔离了 在某个地方 可能都看不到面 所以直到现在这一刻 疫情大家好一点的时候 她才能见到面 都很难得 其中一个重点 当然就是里面 那个月光光的声音 大家一听 原来竟然是Gigi的妈妈 参与了其中 这个真是 都挺creative 也都是令到整件事很完整 但无论如何 这首《练亲恩》 我都认为 不是一首适合比赛的歌曲 当然她们的主题一生所爱 如果说到有亲情有关的歌 其实都不 不是很多这些歌 就是可以用亲情 做成一个流行曲 所以她选择这首歌 我想在很少的选择中 选择出来 因为这首歌 我相信Gigi本身 都是不懂的 即是三四十年之前的一首歌 怎可能 对于一个十多岁的小朋友 可能就算听过 连歌名都未必记得 说真的那句 所以肯定都是幕后有份 让她们去选择 而这首 亦都是云云很少数 跟亲情有关的歌曲 她们选择中了 当然她们都说 会是观众选择出来 但是观众选择出来 我想都不只是选择六首歌 即是选择了很多首 可能在那个名单里 再给一些歌手 大家去谈一下 选择什么歌 所以其实这一场都未公布 不过应该会输给 黑勤和毛不易 因为黑勤和毛不易 那个最佳选择 即是本身这首歌 已经是比较新一点 而且这首歌 Eason也是唱得很棒 想不到来到 黑勤和毛不易 这个版本 即是用一个大家对唱 这样的感觉 即是反问 好像一问一答 这样的唱法 很特别 这个感觉 还有最主要就是 我之前都好几集说过 其实黑勤上来玩这些众艺 就让大家看到很多 他本身在香港 你看不到他的东西 就是那些设计到很 你听起来会感觉上很难的和音 就是可能普通歌手都不是那么容易 可以 即是会乱的 如果你不是说 学开一些乐理 乐器 或者对那个音准是很强的话 其实我想一般的歌手很多 如果你要跟着黑勤和音去唱 都会唱到乱了 即是你听到主音会乱 那黑勤其中一个最强的地方 就是他玩这些众艺 就是拍任何歌手 自己 我想很多和音都是他自己设计的 就是很强的 即是你会听到 即是听到 那些无管动的 那些和音 那他里面也都是 跟无不宜有互相做和音 即是会一个做主音 另一个就会唱和音 里面也都有高的和音 和低的和音 那所以整首歌呢 哇 就是那个听觉层次是丰富到不得了 去到最后一句呢 我想 我想十个观众有七至八个 应该都听到无管动的了 那也都觉得是 整个演绎是 挺无限可击的 那所以这首歌 不知道 有没有机会成为 可以进入到CD那首歌 因为都要看一下 男队赢还是女队赢 即是李克勤队还是千华队 哪一队赢才能放一手进去 不过我觉得这首歌 我认为他那个水平 就去回 和周深在我们的歌 那个唱歌设计那里 那个复杂程度 就放了到今天这一集那里了 所以其实真的 都好像上一集那样说 其实第一集呢 黑勤呢都是 叫做小小让赛 跟大家打招呼 即是来到这些呢 他玩的还是很认真的 尤其是真的 可以用一把声去赢到人 所以黑勤也不需要什么舞台效果 即是几首歌以来呢 他真的只是用一把声去赢你们 看一下这首歌 最后能不能进去 整集呢我都觉得是 挺好看的 挺丰富的 反而就 失望一点就是爱情陷阱 其实我心目中 因为我觉得他可以是 唱到很爆 当然这首爱情陷阱 他已经改编到比较rock 一些的 就是和 和谭永伦的版本 他已经改到rock 一些的 不过都去不到一个很有惊喜的感觉 另外一首 对我来说 就比较失望一点就是半点心 因为就 令到那首歌就 改得太多 首歌改得太多 中间插一首 国宇的扣扣内 我觉得有少少格格不入 不知大家的感觉是怎样 赛果反而 来到这里 可能第一集 看下去很想看看 谁赢谁赢 其实慢慢看下去 又不是很重要 我觉得 因为事实上 他们那些曲目 有很多都不是自己 能够控制範围之内 选择出来的 所以变成了 赢输 那篇曲 可能也不能够 给太多意见 因为始终幕后要编这么多首歌 你没有可能说 Taylor McBond 你逐一首 怎样的歌 我想你也是 给一点点的意见 或者出了第一个版本 你再去 和那篇曲 去大家谈谈谈谈 有没有再改 因为我始终认为 篇曲是很影响到 最终的胜负 选择歌 自己也很难选择出来 所以其实胜负就 随缘 看看你好不好混 你好混 选择一首 可以给 在编曲的人 编得到 有生命力的 我想他们很多歌手 都是有那个 能力去 将那个 新的生命力 注入去 但是首先 编曲 首先是要有 新的生命力 放在内线 如果是用 原曲 你很难 硬去说 你唱功多厉害 都好 你是很难放到 新的生命力 所以这个比赛 都算是少 港运 大家就 分享一下你们的 意见 觉得这一集 又好不好看 下一个星期 就会有 独唱的环节 也有 值得一提 这个星期 就是他一生所爱 就是用了盧管廷的一首名曲 也是 广东歌流行曲 和电影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就是 有时是 有时一部戏 戒到一首歌 有时一首歌 就戒到一首歌 那这一首一生所爱 就是 究竟是一首歌戒到西游记 还是西游记戒到一首歌 这个都很难去说 因为始终 西游记本身在香港播出的时候 就 那个 算是周星驰电影里面 那个卖座是比较差一点的 那一套 但是反而去到大陆之后 一句很深情的对白 在香港大家當作笑話 因為看到周星馳就算說得多心情 你都會覺得她說笑話 但想不到去到國內 假如現在有一份愛情放在你前面 給她一個限期一萬年 那一句想不到去到國內 就感動了無數那麼多人 也都大家將那個感情投射 放到最後最後盧冠廷這首《一身所愛》 就令到電影又從此爆紅 這首歌又紅足幾十年 這個就是歌有歌運 如果這部電影本身沒有在國內放映 我想這首歌和這部電影可能都不紅 即是《西遊記》在香港那時候真的不紅 所以電影都算是一個和香港不可或決 但現在在香港近期的電影 已經很少有一些電影是帶起到這首歌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到 即是香港的 我想大家覺得近這十年八年會起的歌 有多少是從電影出來的呢 很極少的 所以這也是其中一個變化 至於到最後出現了《女芳》 那《女芳》呢 我想在十幾年之前 當時她也是一個事業的低潮 其實有一段時間 都會經常見到《女芳》 即是在某一些場所裡面 即是很近距離見到她 她屬於一個奇貌不揚 又長得高度又差一點 又肥得得 我想在很多你走香港娛樂圈裡面 電影圈、樂壇裡面 她這樣的身形 曾經很紅 真的很少數 她真的純粹用一把聲 去唱功 去贏得觀眾的歡心 所以《女芳》也算是一個奇人 當然慢慢逐漸到現在 其實她的事業都是高高低低 都是少少往下坡 不過當然也是放下了 留下了很多的名曲 就像以前《彎彎的月亮》 即是很多手 以前她初出道 是可以跟張學友去撼的 那個年代 你想想女芳的實力是強的 不過慢慢 就越來越少歌 推出來就沒有了 樂壇就是這樣 你保持著有作品 或者有演出 你才能保持人氣 今天這集有點長 不知道還會不會拍 《觀後感》的第二集 大家如果有緣 一會兒看看會不會再做多一集 就等TVB播完 這個聲心不息之後再見 多謝你們 拜拜